我蠻失望的 只問立場不如是非 台灣的悲哀 早戰犯也沒什麼意思的 民進黨相對他自己並沒有贏 對國民黨來講 只有關關難過 關關過 也沒有氣餒的本錢 放下過去 把他打成藍綠對決的是 是蔡英文 對民進黨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尤其桃園 Override 就是 碾壓 因為民進黨打出藍綠對決以後 中間選民看起來就躲起來了 那他覺得你們藍綠對決好了 不過對決的結果 民進黨民調的時候 他的基本盤有27% 那開出來票只有20% 國民黨基本盤17% 開了個19% 所以民進黨的基本盤是有跑掉的 那 另外就是說 民進黨因為他在 蔡英文拿了800多萬票 這是拿了400萬票 所以也等於是腰斬 少掉400萬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算是 從25%的門檻來看 國民黨沒跨過 民進黨也沒跨過 兩黨其實都沒跨過 跨過是很難的啦 本來就很難 所以事先我的預判也是跨不過的 只是 知其不可為之嘛 盡量嘛 因為 我們這樣看好了 就是說 2018年公投是過了對不對 但是 當時公投過 投票率也只有54% 當時投議員跟縣市長 投票率有66到68% 我已經人到了投票所了 已經投了人了 投了縣市長了 結果我回來投公投 還少了12% 那你想現在是單獨辦 公投不綁大選 會有多少% 當時我估計大概最多40%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40%喔 兩個黨如果拉得平均 一分喔 各分20% 就不會過25% 結構就是這樣 這也是民進黨當時公投 要跟大選分開 他的目的也在這裡嘛 那只是這次比較意外的 是說 民進黨的 就是支持民進黨的不同意 比同意票多 這點有一點出乎意料 本來認為說不會過 但是不會過呢 大概民進黨那個 不同意會少一點喔 因為 以萊豬來講 誰要吃萊豬呢 你國民黨人不吃 民進黨也不吃啊 中間選民也不吃 大家都不想吃 誰想吃呢 所以像這種很不牽涉到黨派的議題 那居然能夠在意識形態 在政黨動員之下呢 能夠把環保啦 把食安都已經丟掉 而意識形態壓過環保跟食安 這點我滿失望的啦 也就是說 當民進黨打出藍綠對決以後呢 這個選民就是 就是這個他的選民 就真的是 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了 那台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 以後任何事情都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那是台灣的悲哀啦 那有來你的選民說 因為侯市長就是態度曖昧 所以可能會導致2022或2024 那更近的可能導致鹽框很失利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侯市長滿實習做的 我覺得喔 就是說現在去找戰犯也沒什麼意思了啦 那對國民黨來講 你現在就是在野黨嘛 那民進黨有這麼龐大的資源 福願黨等於是全力在動員 他的六個縣市長也集中力量 那他有資源 他有團結 所以基本上呢 我講的就是說 這次公投國民黨是輸 民進黨相對國民黨是贏 但是民進黨相對他自己並沒有贏 民進黨相對他自己的票其實沒有贏嘛 但是他相對國民黨是贏 那他之所以相對國民黨贏 就是因為他有資源 他又有團結 那國民黨又沒有資源 又不團結 所以就 他靠的只是說 他真的靠的就是這個公投的內容 大家不想吃萊豬啦 這個公投應該綁大選等等 他靠的是這個喔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去 對國民黨來講 這當然鹽桓恆這是一個重要的選舉啦 林長佐的半美之王的選舉 接下來2022、2024喔 一關一關喔 對國民黨來講 只有關關難過、關關過 也沒有氣餒的本錢喔 反正打這個好漢打拖牙獲雪 打拖牙獲雪吞 那跌倒了再爬起來嘛 一關一關的過啦 那對國民黨來講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不是找戰犯 而是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朋友 大家都要聯合起來 因為你對抗民進黨有這麼龐大的資源喔 如果你不把這個 這個所有可以聯合的朋友聯合起來喔 你打不贏這個仗的啦 所以我覺得 既然過去的就放下吧 努力未來啦 放下過去 努力面前努力未來 那您提到說這個藍綠對決 但是有蠻多聲音認為說 當時喊出倒閣不信任票已經 拉高成藍綠的其實就是國民黨 認為說國民黨自己不檢討自己 檢討別人 朱立倫開始是有說要對隔魁的不信任票 那當時大家也覺得這不適當 那朱立倫後來就不講了吧 很快就不講 但是把它打成藍綠對決的是 是蔡英文 她在中常委宣布這是藍綠對決 國民黨並沒有說藍綠對決 而且呢 國民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說要四個同意 只是民進黨喊出四個不同意 那國民黨只好應戰啦 所以很多時候國民黨其實是被動的 其實主動還在這個民進黨手裡 那本來這種公投就是就事論事嘛 那打成對決以後呢 就很難就事論事了 所以你看這次開票的結果也是這樣 除了那個核四還稍微不同意多一點 其他三個幾乎都一樣啊 同意的跟不同意的票數幾乎都一樣 換句話說就已經沒有選擇了嘛 那當然這次對民進黨來講 我講嘛第一個說他的票數少四百萬票 那他其實也得 也整個對於所有人的 所有有權投票的人也不過就是二十二十一趴 也不過二十五趴 那另外不要忘了 他丟到三個很重要的地方 一個就是新竹市 那是高科技人 這個全台灣最高 最多最高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 一個是桃園市 這六都非常重要的 另外是基隆市 這三個地方 民進黨沒有 就是他的不同意 沒有多於同意 就是同意多於不同意 對民進黨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尤其桃園 桃園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認為國民黨在二十二是有機會拿回來的 你講到這個新竹的部分 總統府長 然後蔡總統跟這個普遍黨高層會議 他裡面呢 特別提到說希望全國一起支持這個足足合併 但因為足足合併 今天民進黨也要修法 就是把這個足足合併修法合理化 因為像雲佳南 雲佳佳合併 大家也覺得說他人數就可以到125萬 那彰化也已經到125萬 他也可以單獨生活 不然台灣會多三都 那變成說台灣現在小小的二十個 那時候二十個縣市有九都 您覺得說 要不要乾脆改成二級市 會比較乾脆一點 就不會有城鄉差距 不過我覺得台灣如果小小地方 六都就錢多了 九都的話實在是全世界大概 之下是最多的地方 中國大陸好像才四個還是五個 如果記得不錯的話 那他那麼大才四五個 我們這這麼小搞九個 那你那個對不是的很慘 你不是屏東 又或是那個什麼花蓮台東 那不就蠻慘的嗎 如果這樣的話乾脆 就是要最早的規劃 北北基 中章頭 北北基 陶竹廟 中章頭 雲佳南 高高平 還有宜花東 你乾脆這樣子分 那整個把台灣分成幾個區塊 讓每個地方都共享資源 我覺得這樣比較能夠 顧慮到這個均衡發展 你否則的話幾乎都是直下市 那剩下那幾個不就很慘嗎 好像那個 好像孤兒一樣 很慘的啦 所以不應該為了選舉 應該從整個區域發展來看 如果整個區域發展的話呢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北北基 陶竹廟 中章頭 雲佳南 高高平 然後呢 宜花東 我覺得比較合理 目前黨內有在傳出來說 一直以來都看不到 國民黨的一個戰法 反而到這以後 整個領導 整個選戰的幾乎都是 戰鬥欄在領導 你怎麼看下去 沒有啦 戰鬥欄哪有那大本質 我不是這樣子講嗎 國民黨他不是要辦兩千多場宣講嗎 戰鬥欄主要在六都啊 辦六場比較大型的 我們覺得大型的宣講是有用 是有用的啊 你看桃園 你看新北 你看台北 台北市開票開得多好啊 46%欸 四個都是同意 大於不同意 不過當然還有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也不是不合理 就是很特殊的選項 高雄一地吃全省 我去看那個票 譬如說以萊豬萊松 那同意比不同意少 大概十九二十萬票 就是不同意比同意多了十九二十萬票 高雄一個地方就是多了十九二十萬票 還不要說台南的十六萬 換句話說高雄一個地方 就把同意贏過 就同意跟不同意 在其他地方都打平 算起來平 高雄一個地方加下來 同意就輸不同意十九二十萬票了 那所以變成說 一個地方就能夠 這個英文叫override 就是免壓全台灣 這個情況很特殊 真的很特殊 那當然也可以說是 雙北營的票不夠多 雙北本來期望說 民進黨原來想是用南票北捕票 那他知道他北部會輸很多 但是北部輸的不夠多 那原因很多 那天候當然也是一個關係 我今天在想 一場出來看天氣這麼好 我想昨天如果是 今天這個天氣多好呢 但是天不從人願 沒有辦法